本土疫情升溫 疫苗打氣在提升 其實像是癌症患者 先天免疫不全患者 和洗腎患者等等 打完兩劑 間隔二十八天 可打所謂的基礎加強劑 再間隔十二週 就可以打最佳劑 也等於打第四劑 沈州醫生也提到 近日四劑詢問度變高 確實也有一般民眾 都來詢問說 是不是需要打第四劑 表示民眾對打疫苗的熱度 現在是有真無解 但有民眾控訴 他是屬於需要打四劑者 但他發現一九二二 預約平台關閉 而且致電一九二二 也沒有結果 東找西找 才在台大醫院網站 看到四劑預約 質疑難道全台病人 都要跑到台大打疫苗嗎 台北市衛生局回應 寫法上讓民眾有點誤解 尊重各醫院的做法 不過也提醒民眾 如果狀況比較特殊 建議可以到原本的就診醫院 經醫生評估後 再預約接種追加劑 國內累計十五例中重症 其中有四人打過三劑疫苗 另外沒有打疫苗的有五名 佔了三分之一 未滿三劑者佔比七成三 密口基本上 你要抗感染三劑才合格 有些亞健康人 比方說他比較肥胖 他本人天生就是有一些 比別人稠弱的一個狀況 他們之後這些人都可能需要維持 季節性的接種 本島十九縣市全被Omicron攻陷 專家呼籲尚未接種三劑的疫苗 還是要趕快施打提升自身保護力 這林瑋楊宗彥台北報導 到